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曲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到真凝的铁体 我用旗帜支撑着你 血可一流 头不能低 哎 头不能低 哎 大平原 这是神我养我的徒弟 山倒海空 极其一强英雄豪气 哎 大平原 这是神我养我的徒弟 笑颜散去 笑看江夏日落西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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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平原 是的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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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拿着这些东西找到日本冲锋队消灭他们 三块大阳 五发子弹 你离开分区后到曹村去找平原县大队政委张老祥 他会安排一个熟悉地形的民兵协助你行动 好 好了 马上出发吧 司令员 怎么了 三块大阳 五发子弹 怎么 太多了 还多 我的司令爷爷 您指望我拿着五发子弹去消灭二十多装备精良五一高强的日本特务队 团结组织当地的抗日武装力量 在发展壮大自己的同时 查找日本特务队的下落 最终消灭他们 就算是到敌后开展工作 万一遇到鬼子汉奸 一甩手啪啪撂倒几个 五发子弹不就打光了吗 还不够塞压缝儿的呢 罗金宝同志 你满脑子就知道一个打字 有时甚至是不惜代价 不及后果 典型的义气用事 这次你未经批准 大闹现成 就是活生生的例子 我罗金宝打鬼子 我还错了 打鬼子没有错 但你这种无组织无纪力 个人英雄主义作风 要不得 可我没想自己出风头 我只是咽不下这口恶气 凭什么他小鬼子 就敢化妆成我们的人 偷袭咱的团部 我让这帮王八蛋看看 咱们八路军 也能掏他的鸟窝子 宰了他的司令官 他小鬼子能做到的 咱八路也行 你的想法没有错 但做法有很大问题 好了 现在呢 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说吧 这个事儿 到底能不能干 我没说不能干 可 这三块大洋五发子弹 你叫人怎么干 司令人 您看这样行不行 大洋就算了 三块就三块 子弹 多给点 最少五十发 自大扫荡后 日伟对根基地加紧封锁 目前分区的财政和弹药补给都非常困难 这一点你不是不知道 那也不能只给五发子弹 罗金宝我提醒你 你是共产党员 要以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这算什么 张嘴跟组织讲条件 伸手向上级要东西 我现在就告诉你 子弹 就这么多 敢不敢 随你 我知道 打平原 我没向你汇报 你小心 你这是打击报复 不发子弹消灭特务队 你逼了我得了 你干什么去 你不敢去 我派别人去 谁说我不敢去了 去就去 来 笑什么笑 你们就等着给我收尸吧 司令员 看龙基宝这个样子 不会出什么事吧 别理他 这家伙 就这副穷德行 脑袋一歪脖子一梗 好像谁给他嘴里塞了一把马粪 他这个人 你们是不了解 跟他说好的肯定不行 他呀就吃激将法 就像有出戏叫定军山的 里面有个老黄忠 不就是被朱果亮击的去杀了那夏侯渊 不过司令员 就给五发子弹 的确是少了点 是啊 罗金宝是块好钢 越是好钢 越要放到烈火里去锻造 那样才能打出切金断玉的宝刀 你的意思是让他锻炼锻炼 罗金宝一直身在部队 枪法好武艺高 脑袋又聪明 凭借这些在历次战斗中表现非常突出 成为了战斗英雄 可是啊 也恰恰助长了他骄傲自满的情绪 对于他来说 只要能用打来解决问题的 绝不会想其他办法 而这次的任务 恰恰不能够单纯靠打来完成 所以啊 就需要他静下心来思考对策 要依靠群众 发动群众 这样才能最终解决问题 话是不错 可万一他遇到危险 对于这次任务 不光是我们军分区 就连八路军总部也非常重视 昨天总部首长派来电报 要求我们尽快清除活跃在根据地附近的日本特务队 还要做好长期在敌后开展斗争的准备 因此啊 我才决定派出罗金宝志愿大将 原来是这样 你真以为我会把罗金宝扔到敌后不管呢 别忘了 用政委的话说 那可是我的一员爱讲啊 司令员 怎么没见到政委啊 猜猜看 这谁猜得出来啊 好了 遭兵埋马儿去了 遭兵埋马 好了好了 你们很快就会明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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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位腾田小队长亲身参与了战斗 也是亲眼所见 长官要是不信的话就问问他们吧 尼尼 说 山齐长官 邓队长说的没错 八路确实只有一个人 他躲在戏台下面 突然发动袭击 大家谁都没有想到 他们说的都是实话吗 是的 长官 的确只有一个八路 可 可这个八路不是普通的八路 我还是不相信 这不可能 这太不可思议了 山齐长官 你看 腾田太君说的很对 这个八路不是普通的八路 可以肯定是一名武装侦察员 打大的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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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可能杀死这么多的皇军 这件事情如果传扬出去 大日本皇军的延绵何在 威严何在 是 是是是 可是 这 你看 你就是飞车队队长 邓丧吧 是是 这位太君 我就是邓文昌啊 你提供的八路均团部的地址 非常准确 太君 您 您是 叫我山本 别的就不用多问了 需要的时候 我自然会告诉你 是 山本太君 登桑 你对我详细说一说 那个八路 是个什么样的人 山本太君 攻击发生时 台上正在唱戏 所有人都是猝不及防 而且四周黑区区的 只看到是个瘦高的个子 具体长相没看清楚 不对吧 八路发动偷袭时 邓队长应该就在后台 怎么能看不清偷袭者的长相 李大队长 你引着鬼种太君到后台找女人 应该比我先到啊 你怎么没看见 我 山本太君 当时的情况非常混乱 袭击者又混在我们当中 好了 不要再找借口了 你们一群废物 没用的 打打的 长官 我相信他的话 在卫庄 我们也遭遇了相同的事情 也同样没有看到袭击者的脸 你说什么 一定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山脉队长 你的意思是 袭击平原司令部的八路 你在卫庄杀死您部下的是同一个人 是的 你怎么能够肯定 这样的人 这些人 世上绝不会有两个 邓队长 全城搜查的结果怎么样 别提了 都快把县城给翻过来了 连个人影也没找到 川崎长官 山本太君 从袭击开始到结束 城门始终是关闭的 他应该就在城里 可 可怎么就找不到呢 这样的人 如果不想被你找到 你是永远也找不到的 如果事情真如你们所说 有这样一个人存在 对于皇军 对于圣战 都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我命令你们立刻行动起来 用最快的速度确定此人的身份 并且消灭他 是 请长官放心 我们特务队的任务 就是彻底肃清平原一带的反日武装 确保扫荡顺理进行 平原是皇军盛战的重要树柳 尤其是位于城西的秘密军火三库 他几乎集中了我川崎联队和板天联队进山扫荡所需的所有枪制弹药 背负激阳的 实位重重之重 绝不能够掉以轻心 不错 因此 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要增强平原的防务 楚辉夫 原皇军驻平原中队外 再加派一个小队 另外 就是派遣一位精灵强干的司令官 负责这里的治安防务 是 登桑 事不宜迟 你要立刻撒出人手 尽快查明袭击者的身份和下落 是 我立刻就问 山本太军 如果有消息我怎么通知你 你只要接通办公室的电话 对接信员说 山本专线 17694 就会有人指引你来找到我 是是是 昵対西 autre 还是是吗 人家的 barracks 哪里 还在想做完的事呢 傻孩子 咱们是戏子 哪个男人 能跟咱们戏子 动真心哪 今儿个邓文昌是这样 明儿换个李文昌 赵文昌也是一个样 听解的 你呀 就是逢场做戏 别太往心里去了 人家姓邓的 有钱有势 有家有老婆孩子 别怪姐姐嘴冷 他跟你 也就是 也就是玩玩 现在 你年轻漂亮 他宠着你 稀罕你 等你老了以后 那下场 还不是跟姐一样 道理我都明白 我也没想让他性邓的 对我怎么好 可堂堂七尺男子汉 活得总得像个男人吧 连瞅着自己的女人 被日本人糟蹋 站在一边干瞅着 连句话都不敢说 这叫什么呀 别说男人 就连做人他都不够味 平常田哥哥 咪姐姐的 哼得为了我 连命都豁出去了 可真遇到事了 像个缩头王吧 赵姐 你是没看见 昨天晚上他那个怂样 让日本人 给了两个大嘴巴 山的脸上的肉直嘟了 可连句嘴都不敢僵 看看人家八路 出手就把那日本鬼子的头给砍了 没事的时候 嘴上都能带着呢 什么大八路吧 煞土匪吧 可真要遇到了事 看他那副怂头日脑的德行 说出来都烫嘴 人家八路是打鬼子的 他邓文昌端的可是日本人的饭碗 日本人就是他的东将 你想想 他姓邓的再厉害 敢惹东将吗 人家都说 邓文昌是汉奸 可恨 该杀 以前 我还真没太有这个感觉 这次 我可看出他那副不要脸的德行 一副奴才像 真他妈不是个东西 行了 行了 别生气了 喝点鸡汤吧 喝点鸡汤吧 花儿 邓爷来了 我们这臭戏子家里养不起爷 更不认识什么邓爷 小然 请他老人家转回吧 别说了 这会儿 还生气呢 不敢 我一个臭戏子哪敢生气啊 我一个臭戏子哪敢生气啊 邓队长言重了 哎哟 好了好了 我都给你赔过不是了 你也知道 我是给人日本人做事 人家是我的东家 这日本人 我总不能跟他们去翻脸吧 你说呢 要不怎么说你邓文昌不是一般人哪 我小翠花见的事也算多了 说实话 我还真没见过谁 眼瞅着东家当面糟蹋自己的女人 你 还点头哈腰 毕恭毕敬的 您可是第一个呀 这谁要是哪个东家 过了你这样的长工 那可真是福气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 行了 爱啥意思啥意思吧 我累了要休息 你脑瓜朝北 走人吧你 小翠花 凭我邓文昌这么大的人物 我站在这个破屋子里 给你低三下四的赔不是说好话 那是给你脸了 你应当好好捧着 可不能给脸不兜着吧 邓队长 你可真别给我这个脸 要您的脸哪 我觉得寒颤 我 打呀 怎么 打不下去啊 你邓队长那么大的人物 打我小翠花一个臭戏子 还下不了手啊 为啥呀 是心里有愧吧 有话就说 没话说 您就请吧 我这乌小 成不下您这么大个人物 我有事儿 什么事儿 只有你 看到了昨夜袭击司令部的那个八路了 日本人要抓他 stories 大家 我来问问你他长什么样 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 你笑什么呀 邓队长说的是那个 做了你不敢做的事 救了你女人的那个拔路 邓队长 我可真是越来越佩服你了 你可真敢开牙呀 就这话你也说得出口 昨夜你没当上活王吧 没戴上绿帽子 不得多亏了人家拔路啊 现在你居然还要帮日本人去抓他 要说您对日本人可真是没智了 比对自己亲爹还孝顺啊 来呀 打呀 刘忠你打死我 打死我小翠华你才叫厉害呢 不敢打日本人 拿我一个臭戏子出气呀 用不用到大街上 当着平原县城所有人打呀 那你邓文昌多露脸呀 来呀 打 打死我呀 去 你打死我 你打死我 用手打不得气呀 臭婊子你 你腰里不憋着枪的吗 你有能的你开枪呀你 打死我 臭婊子 你再喊老子敲死你脑子 开枪了 你开枪了你 不开枪你邓文昌就是压都咬的 你开枪了你打死我 不开枪了 我叫你高 我叫你抹 你让父亲 你走 我叫我 你车喝点 你吃了 你走 你吃了 你队下 你吃了 你吃了 便吃了 你吃了 你吃了 赵姐快快拿纱布 你这是干什么呀 吓过人哪 还不是让你逼的 我逼你 你用墙顶着我脑袋 还说我逼你 行了行了 嘴会儿 别再说了 我对你啊 是真心的 昨晚的事 是我对不起你 这我心里也窝囊得厉害 他奶奶的 我 你说 行了 别说了 我也明白 在人家日本人的屋檐下 没法不低头 昨天你要是真的翻了脸 别说我 就是你也活不了了 我就是心里憋屈 发出来就好了 你不生气了 你都把自己打成这样了 我还哪敢再生气啊 这一枪虽然貌似 说明你在乎我 说实在的 我心里还挺高兴的 文昌 有句话不知该不该说 什么话 你一个大好的男人 为什么非要给日本人卖命 难道你就不能做点别的 你以为我愿意当汉奸 我愿意让人背后抽我的级娘骨 可不这么办又能怎么样 现在是日本人的天下 你不巴结日本人能有活路吗 那人家拔路怎么就知道跟日本鬼子干 废话 拔路兜他们是穷光蛋 没家没夜当然敢干了 我要是上无片瓦下无寸土 光着眼的喝西北风 我他们也豁得出去 谁让我有房有地有牲口 爹娘亲戚一大堆 能舍下吗 别人都舍不下就能舍下我 又来了 行了 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啊 我跟你说 我真那么恨不得一枪崩了鬼种的王八蛋 还好老天有眼 让他鬼孙子死在八路手上 李中正这个狗娘养的 都是踏实的坏 你看吧 早晚有一天要他好看 行了 人家李中正上面有人 听说他老婆是北平哪个大官的侄女 上过日本学校会说日本话 那可是神通广大 你还是别去惹他了 神通广大 神通广大 等着吧 日后看他们谁怕谁 对了 说真的 杀鬼种的八路到底长啥样啊 干嘛 想从我嘴里掏画啊 我就是好奇嘛 随便问问 你看 你就是说了 我也画不出样来 见了面还不是不认识了 那倒是 那家伙可真了不起啊 那枪法神了 几乎是一枪一个 我查了尸体 个个都是大结盖 什么叫大结盖啊 一枪把脑盖给掀了 我的妈呀 听着都瘆人啊 可不是吗 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 太可怕了 你呢 你跟他比怎么样 难道也不行 我听飞车队的兄弟说 你是一等一的神枪手 说打鼻子不打眼睛 我们俩最大的区别就是啊 他不怕死 我怕 那个八路 是个大高个啊 尝尝脸挺精神 两只眼睛放着金光 特别赦人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我干点什么不好 非得给日本鬼子唱戏 就胃口吃喝 喂点财祸 脸也不要了 面也不要了 想再想起来 人家说的真对 从今天开始 我发誓 再也不给日本鬼子唱戏 你们还说什么了 也没说啥啊 平时我觉得自个儿的嘴也挺能说的 可不知道为什么 在他面前就是觉得压得慌 连句整话都说不出来了 你说怪不怪 你还挺喜欢他的 吃醋了 你个大老爷们儿 心眼比真饼还小 你也不想想 我还能见着人家吗 这倒也是 大高棍儿 大个子 是 罗金宝呢 难道是 他 什么罗金宝啊 昨天傍晚时分 有个八路 闯进我的乡下的家里 抢走了长短枪十几支 子弹百事发 临走的时候 说他叫罗金宝 罗金宝 我怎么听着这名字这么耳熟啊 那不就是外边传 说他一宿端了日本人七八个炮楼 八路的侦察员嘛 对 对 是他 你是说救我的那个大个子就是罗金宝 罗金宝 罗金宝 一定是他 不行 我要立刻回趟乡下 避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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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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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少爷 您回来了 快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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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去 去 爹 爹 我可没法活了 没法活了 爹 您怎么样 没事吧 你看看吧 看看吧 花了两箱子远大头筹来的枪 花了两箱子 辛辛苦苦筹建的保安队 这家完了 全完了 都让八路给抢过了 去 爹 我听说抢枪的这个八路是罗金宝 就是那个王八蛋 闯进门来 用枪就顶着你爹的脑门 我养你这么个儿子有什么用 天天拍着胸脯子吹牛皮 什么飞车队 日本人 现在你爹都快死在八路手上了 也没看见个人来救命 爹 那罗金宝他们来了多少人 还多少人 人家罗金宝就一个人 就把枪和弹药都给抢走了 再多来几个 你爹的老命就保不住了 那这小子长什么样 大高个 受长眼 一双眼睛特别吓人 你现在问这些还有什么用 人都走了 你这不马后跑吗 果然是的 行了 爹 您老就认便宜吧 甭说您这乡村野户的 就县城里的治安司令部怎么样 昨天夜里让罗金宝给端了 死伤二十多人 连老归田都让他给打死了 是吗 从昨天夜里一直闹到今儿早上 折腾了大半宿 连罗金宝的人影都没看见 就这么让他跑了 只有小翠花亲眼看到了这个人 也说他是大个子 眼睛冒金光 特别吓人 我突然想起来昨天晚上 老丁来报信 说家里来了个拔路 是罗金宝 我这才跑回来问问 现在看起来 抢咱们家的和袭击司令部的是同一个人 就是这个罗金宝 是 是 这安司令部我去遇过呀 好几百拿枪的 难道 就让罗金宝一个人 给折到的天翻地覆 人仰马翻 最可怕的是 死了这么多人 却连人家模样都没看清楚 这么说起来 这个罗金宝 还真不好对付啊 对了 今天在司令部我还遇到了一个叫 山本的日本军官 这个人呢非常神秘 连川崎连队长对他态度啊都很客气 他似乎也吃过罗金宝的亏 而且对姓罗的非常忌惮 他要我尽快查出袭击者的体系 老爹 我要回去向山本报告回县城去了 不是 文昌啊 你不能走啊 万一罗金宝再回来 那怎么办 连贵钱都死在他手里 你爹我这把老骨头能经得起他折腾啊 爹 家里不是还有团钉吗 到时候我让弟兄们再送一批枪回来 家里的那些团钉啊 都是废物 到了关键时刻 屁用都不顶 有了枪也都送给巴露了 爹 你得明白 想要首途保驾 靠日本人和飞车队是不可能的 那这 你想想 县城里里外外 周围的村镇乡下多少事要办 怎么可能顾得上您呢 行 你小子 你走吧 忙着保护日本人 神光发财去吧 我哪是你爹 我看你亲爹是日本人 爹 我不是那意思 您看去 行行 那是什么意思 爹 我倒有个主意 什么主意 刚刚我来的路上算了一下 从赵庄到县城二十多里路 如果说一个人去报信 就算是跑着 也得两三个钟头 谁说不是 爹 您见过长城吗 废话 你替长城干什么 我问你 长城是干什么用的 传信的呗 这还能搞住啊 白天烧狼粪 夜里点烽火 几十里外就能看见 对啊 您想想 咱们也用烽火传信的办法呢 咱们 您立刻让老丁 带几个信得过的团丁 在赵庄和平原县城之间的土路边上 建起五到六个消息站 消息站 只要罗金宝再来 您立刻在咱家的房顶上点起一堆火 让村外的消息站看到 村外的消息站再点火 让下一站看到 就这样 一站一站传下去 我担保 用不了十五分钟 现成就能看到火光了 您放心 我派个专人天天在城头上盯着消息站 只要发现有动静 立刻召集手下弟兄 带着日本人都过来了 在沙特上盟 在沙特上盟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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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里是沙特上盟里面 是沙特上盟里面 他们正在朝裔盟里面 是沙特上盟里面 在沙特上盟里面 在沙特上盟里面 以沙特上盟里面 魂眼里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